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跑车上路行驶 是不是很神奇呢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同样是一款外国小伙 由乐高积木做成的早餐机 这个早餐机从外观上看的话 有点像简易版的机床 机床下面是一条积木做成的传送带 负责输送食材 而上面则是一只可以纵向移动的机械臂 看着它脆弱的样子 着实能让人捏把汗呀 不过小伙伴们不用担心 这个早餐机是不会轻易散架的 并且它也真的可以做早餐哦 先是由机械臂将培根加紧放入锅中 然后由一辆担任主厨的积木小车 用铲子压紧培根 让它充分与热油接触 接着机械臂再将鸡蛋打入锅中 蛋壳则回收到传送带中 等培根和鸡蛋煎熟之后 则由小车送到主人的盘里 整个操作过程可以说是一气合成 中间毫无半点停顿 能设计出这样一款乐高机器人 给自己做早餐 想必它的主人不是无聊的工程师 就是懒得下床的死肥宅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 有了这个机器人 吃早餐似乎都变得有趣多了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